這是臺灣公家郵台票 有包括到新中 新中跟這個境路的新聞 在高雄有民眾拿郵台票 當公車的時候 嚴表記還會發出說 這是郵台票 中車的聲音 讓一些民眾 覺得他的新聞讓人知道 其實其他的管制也有人這樣 現在交通報紙發文 給國地政府要求要解釋 新中朋友也是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開破壞車也是近路車 像高雄駕公車的時候 人票的機器就會發出這樣的聲音 但民眾對這樣 系統感覺有丹波的壓力 好像在全車生機 臨頭前向公報得出的新聞 我自己不會注意啦 但可能有些人他會care這個吧 因為比現在的人想那麼多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其實國管制公車路卡 發出的聲音都沒什麼一樣 高雄交通局表示 聲音當初是為了方便 便是卡片的長輩設計 也是讓民眾知道路卡有成功 不過是為了中 交通報紙有新聞 讓國管制政府 希望改善系統 不要有新聞的差別 將來也會透過我們的一個計畫案 來執行把這個聲音 把它做一個統一 初步的想法也是說 是不是就是 刷卡上車 就這樣子 就是讓辨識說 刷卡是成功的 交通局表示 克魯德由台票民眾的感受 剛好今年要推動 燃票機器的競爭 大家會在接位完成所有的競爭 到時候就不會有分辨 卡中的聲音 陰謀也會向無憲使票中的方向改善 記者談判有談憲君高雄報道